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郎中 干嘛这么急啊 你脸上怎么受伤了 轻点 轻点啊 你说你 放着好好的药铺不受着 却去掏人家的信儿 丢不丢人 刚才好不容易来了几个病人 看你不在 都去找董凤看病了 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都是你天天唠叨 害得我最近才这么倒霉 你竟然嫌我唠叨 要不是你天天不务正业 这看病的人怎么会越来越少 我怎么不务正业了 我是去山上采药了 那你采的药呢 要是没人来看病 咱就挣不着钱 没钱 这日子怎么过呀 行了 行了 这是妇人之计 告诉你吧 我的九转和洋丹 马上就配好了 到时候 我们把药卖给那些有钱人 不就可以大赚一笔了吗 真的 太好了 还是我丈夫有本事 呦 这伤口一定很疼吧 我帮你揉揉 来 谢谢 大家不要争 所有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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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大夫 谢谢 谢谢 董大夫 好 真的 董大夫 您想的这个办法真不错 这下收集了好多穷人啊 哎 可惜还是不能照顾到所有的穷人啊 哎 快来买啊 新鲜的蔬菜 快来买 新鲜的蔬菜 哎 哎 哎 张郎中啊 你怎么也学着富人擦鸡粉来了 哦 是李郎中啊 嗨 别提了 你瞧 都是董凤那小子害的 这个董凤 你说起他 我的气就不大一处来 怎么着 他也得罪你了 我问你 最近药部的生意怎么样啊 嗨 还生意呢 已经一个多月没人来看病了 我配的药丸啊 都没人肯买 我的遭遇跟你差不多呀 病患都不来找我看病 都去山上找董凤了 你怎么能跟我一样呢 你不是专门给富人抄病的吗 别提了 以前那些老主过都不找我了 怎么 你是说那些富人都不找你看病了 是啊 自从董凤上次帮赵家夫人治好了南产 这镇上的富人便都传言 董凤乃是神医下凡 什么病都能治好 结果大家宁肯走那么远的山路 也要找他看病 这个董凤竟敢抢咱那饭碗 不行 一定得给他点教训 你有什么主意吗 有了 我的父啊 你可不能走啊 我的父啊 董大夫 董大夫 快救救我家丈夫吧 是蟑螂珠 她怎么会这样 我丈夫 昨天晚上还好好的 今天早上突然喊头晕 接着就睡到在地 人事不行了 啊 张郎中她 她已经绝脉了 董大夫 你一定要救救她 父君 父君你醒醒啊 老天爷 你要保佑我丈夫活过来 张夫人 请节哀吧 生死有命 可惜我没有回天之术 您还是为张郎中 准备后事吧 我的父啊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等一下 董方 张郎中的心口尚有余温 你怎么能随便就下去论述没救了 我 可是 难道 李郎中有办法能医活我丈夫 不敢说有十足的把握 但作为医者 即使有一丝的希望 都不能轻易放弃 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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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你知道张郎中配置的九转华阳丹在哪儿吗 在他身上 啊 你在这儿啊 我 在他身上 在他身上 我 在他身上 夫君 你醒了 都亏了李郎中啊 要不是他妙手回春 我们夫妻可能已经阴阳相隔了 嫂子 过奖了 其实是张郎中自己救了自己啊 张郎中 你配置的这九转环阳丹 果然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啊 哦 原来如此 那也得谢谢你 要不是你医术精湛 我的药再灵也无济于事啊 你不知道 刚才幸好李郎中来得及时 董大夫都说你已经厌弃了 让我给你准备后事呢 哼 他才学纪念医 就敢随便网称大夫 就是 明明是自己医术不行 却推偷说我丈夫已经死了 这丢人 我 我不走 人命关天 岂能草率定论 你这么浮躁会害死这些百姓的 年少无知 年少无知啊 这也难以说 这 了 这 这 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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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出好戏啊 哪里哪里 雕虫小技 董凤年幼无知把了 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 那死人壮大跟真的一样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嘛 李郎中 你跟他说说吧 都是他帮了大王 张郎中事先把这竹简使劲加在叶下 压住了金脉 再加上碧气功 当然董凤就耗不到脉象了 果然摸不到了 你长那么胖 就是不加竹简 别人也摸不到你的脉搏 去你的 明明是自己一说不行 却推推说我丈夫无药可救了 真诱人 人命关天 岂能草率定论 你这么浮躁 会害了这些百姓的 哎 年少无知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张郎中明明已惊 难道真的是我学医不惊 内心浮躁 师父 土儿学医不惊 让你老人家失望了 不要急啊 大家排好队 按守住的号牌一次看诊 从今天起 我和李郎中一起为各位看病 希望大家配合我们治疗 并祝大家早日康复 这些患者不是一直在董大夫那里治疗吗 是啊 怎么都来这儿了 你们没听说吗 早几天张郎中突然昏过去了 董凤却说张郎中已经死了 张家的人差点就准备后事了 幸好啊 李郎中及时赶到 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把张郎中救活了 听说张郎中配置了一种药 包治百病 还能让人起死归生呢 就是因为这个药 才救了他自己的命 竟然有这种事 董大夫应该不是这么草率的人啊 人家明明没死 却说已经厌弃了 这还不能说明他草率啊 虽然他不收钱 但是我们以后再也不敢在他那里看病了 是啊 董凤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医术不高 所以才免费给大家治病 以此来积累一切经验 这 可是在这里等这么长时间 什么时候才能轮到你们啊 你没看到吧 领取牌顺序的耗牌要先交钱 没钱的病人只能等到最后再看 哎 虽然在这里看病是有点太贵了 但人家医术高明 还有灵丹妙药 我们就花钱买个平安吧 哎呦 疼死我了 有大夫在吗 快给我家主人瞧瞧 牙痛都好几天了 在 在 我这就给您瞧 下一盒该是我呀 明明该轮到我了吗 别嚷了 你能跟人家比吗 人家付给我们双倍的一资 你能给得起吗 行 里边请 你看 大夫 有人晕倒了 先给他瞧瞧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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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是 没钱还来看什么病 放心吧 死不了 等我给这位大爷抓好了药再说 这怎么能这么说呢 李郎宗连快死的人都能救活 既然他说没事 那就再等等吧 再等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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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 口 了 看 你都好热 叽味大嫂 请问发生什么事了 我家丈夫身患恶疾 去找蟑螂中治病 却因为没有钱领不到好牌 结果延误了病情 不知身亡了 我的父啊 你死得好 那不是东风吗 是啊 东风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来给病患看病 你真不知羞耻 上一次你的误诊 差点害我送了命 你还有脸给别人看病啊 哼 再说了 这是我的药房 凭什么到这里来抢我生意 各位乡亲 从今天起 我就在这里给大家看病 不会收一分钱 而且还赠药给大家 这么小年纪 一看就没什么医术 虽然不要钱 但我也不敢去找他看看 看得好嘛 你没听到吗 上一次因为误诊 差点送过别人的命 算了 我们还是等着让张郎中看吧 人家有灵丹妙药 能治百病的 乡亲们 你们等下去会延误病情的 张郎中有起死回生的药 四人都能救活 咱等一会儿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这位大哥 大伯的病不能再拖了 大姐 孩子的病不治就来不及了 好你这东风 真不是好歹 竟然跑到这里来捣乱 快给我走开 请先跑吧 我几天没吃东西了 去去去 没看到我正忙吗 太不像话了 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算了 给他点吃的 刚刚还打不走吗 吃完了 赶快走 他怎么了 他晕倒了 可不管我事 他是被食物噎住了 快 把他抬到石阶上 好 好 谢谢,谢谢您 这疯了 简直是疯了 真是好人啊 董大夫,您帮我们瞧病吧 这么好的大夫 我们不应该怀疑他呀 董大夫,您帮我看看病吧 放心,我一定会把大家的病治好 感谢观看 可惜了我的药啊 看来我们得另谋出路了 我去把招牌摘下来 董宗可把我们害惨了 现在我们连日子都没法过了 你过来做什么 还嫌害得我们不够惨吗 张郎珠 李郎珠 对不起 我下山只想帮助那些没钱治病的百姓 并不是要跟你们抢生意啊 也不愿意看到你们变成这样 冒苦耗子 不要再加轻轻了 我们变成这样还不多是拜你所赐 可你们不应该像病患 索取那么昂贵的医资呀 昂贵,这都算便宜的了 我们配制药才容易嘛 再说了,我们只有赚足了钱 才好给更多的人看病啊 可作为医者,应当相为病患考虑啊 没有患疾,先人后疾 那些没钱的病患同样需要医治啊 先人后疾,我们总不能赔钱看病吧 如果没钱可赚,那我们干嘛还要做大夫啊 可是 还有,你以为你免费给那些穷人治病 能救得了几个人啊 现在我们要不关张了 全阵就只剩下你一个大夫 你能看得过来那么多的病患吗 我,这 你会因为你自己的能力有限 无法同时救治许多人 而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病患痛苦地死去 这难道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还有 你这么做,不仅无法救治更多的病患 还害得我们没钱可赚 你还有没有一点卑靡之心呢 算了,不用跟这小子多费口舌 我看他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做大夫 你呀,好好想想吧 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请病患收取医资 这样我们就都能赚到钱 而且三个人总比一个人救治的病人 董大夫,请你救救我吧 董大夫,把我孩子瞧瞧吧 他已经很严重了 董大夫,救救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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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病吧 董大夫,董大夫 这么多病患,我却没有办法兼顾 董大夫,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难道真的做错了吗 董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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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难道真的错了吗 我难道真的错了吗 董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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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大夫